12月5日,第九届中国证券金子金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并致辞职之初, 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重要的投融资中心和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 可以在国家金融开放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林郑月娥表示,踏入2019年以来,国家扩大金融开放的步伐加快, 已经先后放宽在银行、证券、其保险等外资准入的条件, 并促进内地资本市场的开放,展现了金融开放的决心。 凭着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可以在国家持续金融开放中发挥多个重要作用。 首先,香港一直是内地企业重要的投融资中心, 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超过1200家, 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超过五成,总市值接近70%。 我们正持续地提升香港作为投融资中心的信息, 包括在去年实施新的上市制度, 以满足新兴企业的集资的需要。 到了今年11月底, 一共有15间公司寻的新的制度上市, 包括上个星期作为第二上市的阿里巴巴。 香港的首次上市基金IPO总能, 截到今年11月底已经高达2700亿港元, 很有机会即去年后再次威力全群第一。 林郑月娥指出, 香港已是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 随着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北向交易的开通, 多个国际指数已经将内地A股和内地债券纳入其中。 由此可以看到, 香港作为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作用。 两地金融监管机构及交易所 也在时续寻求优化有关安排。 他认为, 一带一路建设及越港大湾区的发展 以及国家金融开放的步伐加快, 都将为香港金融业界带来新的机遇。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